一个印度最底层的苦力 被一帮风波勒拿着大棍子疯狂的抽打 从大早上一直打到了下午 可换来的却是肆无忌惮嘲讽的笑声 并且标志性的二郎腿也必须得翘上 这个男人为什么如此的嚣张 竟然会让走私集团的三位老大 卡拉三兄弟亲自来接他 三卡拉管理整个走私集团的业务 二卡拉放荡不羁爱自由 大卡拉掌控全局心狠手辣 卡拉三兄弟挖重金把普什帕保释了出去 原来在普什帕的手里 有一车价值千万的紫檀木 他把卡车藏在了大水坑里 躲过了警察的搜捕 就这样他赚到了卷起路上的第一桶金 他凭借着聪明的头脑轨迹多端 不管是送奶的贯车还是急救车 甚至连结婚的拖拉机 都成为了普什帕的走私工具 他此时也正式成为了 卡拉三兄弟的左膀右臂 大卡拉非常的高兴 直接奖励他50万作为鼓励 但是没想到 他却跟大卡拉要了4%的股份 就这样他从一个仆人 变成了集团里的合伙人 赚到钱的普什帕 直接提了一辆代表身份地位的 红色大面包子 拉上自己的老母亲 在村子里就开始疯狂的飙车 就因为头父一母的哥哥 曾经瞧不起他 就在哥哥家门口 疯狂的转了800多圈 老母亲劝他低调一点 可实力确实不太允许 长时间的非法走私 最终还是被发现 这一次他被好几车的 疯不得疯狂的追赶 普什帕好几手楼子 使劲一拉 挂扎一个大摔尾 就把车停在了马路的中间